请向我们的父母亲行叩拜礼仪 礼生向家长叩拜后进行奉查以表达感恩 祝父母福寿绵长,富贵人满 随后由家长帮礼生加冠并制证传家宝给予祝福 这是由台北市南港区公所举办的成年礼活动 透过庄严隆重的古礼仪式 让参加的30位礼生提认自己已经成年 该为自己未来人生负责 要对辛苦来把自己长大的父母亲勇怀感恩 我们的家官,我们的心理 还有我们的奉查和送传家宝 这些无非都是要标志的各位已经长大成人了 那除了法律上的权利义务以外 最重要的是要跟自己负责任 今年成年礼的主题是校爱新人 如风新传 校道一直是我国儒家最重要的价值观 所谓百善校为先 我们希望每位青年学子 能够透过这个仪式 明了父母的养育之恩 感谢父母,孝顺父母 家长们牵着礼生 放手让他们自己走进天官四福门 这样一群传统古礼的成年礼活动也获得家长的肯定 参加了李生更觉得有一种神奇的力量 好像一期间就长大了 很神奇 我上面有两个哥哥 在我妈身上也适合你了 我还能听你一句话 因为我今天发现好像你是小孩 我是很神奇的 你看人家的活动口 可能成年是一种男生 我一直是男生 好像58岁 我一直到10岁 我看见这个重大人 是一句话 但是我是男生呢 我从小就跟哥笑中 我只会是男生 真的这么玩的 真的该回家 会这样 我你们怎么看 我觉得成年礼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 然后每个人都有不良的体验跟感觉 我觉得成年礼是一个可以反思跟作战未来的好机会 仪式最后由李生大声念出成年宣言 象征人生已经进入下一个阶段 更有信心面对未来的任何挑战 开创属于自己的人生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导 好谢谢